自己好像是一个躺在冰床上输液的病人 然后觉得可能奄奄一息了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 对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地讲清楚 把有些想表达的东西还没讲完 那这个时候就把那个针管拔掉了 教主时间到 吃瓜来报道 201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却依旧不算太平 一觉醒来就发现吴亦凡 大碗宽面被挂上了热搜 心想 这大碗宽面难得获查奖了吗 一番淋漓物理的吃瓜检测后 发现此事并不简单 真情和获奖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一脚关系都没有 而且这个瓜是越吃越大 越吃越甜啊 采取贵粉丝 吴亦凡粉丝和某站全部下场 现在教主席带大家看一下 本事件的来龙去脉 请升到18日的中国新闻余大会上 某站up组运营部总监皮律 看击吴亦凉歌曲大碗宽面时 承认有助力相关话题的发酵 当我画面前 就是我对了 他的话题 之前一个单课 在这边共同一个 出场的 有话题的名字 所以就让他们这个 有新的选择 应该去 吴亦凡和蔡徐坤 都是某站众多up主 拿来进行恶高改变的对象 前者被质疑 说唱不够专业 歌唱水平不行 一段2017年 在某公里中的进行说唱 更是让其拥有了 众多恶高视频 你看这个免财有长有管 就像这个晚财有打有约 你们在这里吃饭 对的 饭汉 好 而后者 曾因为一段打完成的视频 身处于润情窩 一年4月12日 蔡徐坤方给B站继续试寒 这我会看自己的一些 一些各种各样的视频 发的最多的大蜜视频 对不起 哈哈哈 歌曲一上线 就得到了30万网友点赞 打开B站视频 网友们甚至疯狂刷屏 吴亦凡对不起 吴亦凡迅速洗白 路人员瞬间扭转 好评如潮 但现在平安 吴亦凡的大蜒宽面 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盛大的营销 首先NBA1月18日 光宣蔡徐坤 紧接着某站于2月11日 发布大量听了 吴亦凡的Rub 要给WF道歉通告 不久后其他平台也开始登录 期间成立制 明确自爆营销策划 吴亦凡的4月发歌后 又再签发通告 某某某发布施涵 网友都给WF道歉 期间种种操作 可见其团队 为了吴亦凡的翻红 真实发费补行 启力微博道歉 更加把吴亦凡为营销的事情 推动一下 启力称 大蜒宽面是早就安排的 全平台发布 在发布的两个月前 就确定了上线时间 关注圈教主 娱乐可以有温度